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二 我們繼續跟大家跟進這個 緬甸北部果敢的戰況 現在戰況打得如火如荼之際 可以說 現在是大運戰 而政府軍被人打得倒楣 緬甸兄弟聯盟 三兄弟聯盟 宣布對緬甸 閃邦東北地區多過城鎮 發動協同攻擊 他們聲明這次 1027行動 指在捍衛領土免受軍事入侵 消除軍事獨裁 同時打擊邊境的網絡詐騙 戰爭擴大 其他反對軍政府的民族武裝也加入 例如人民保衛軍 他們承諾支持也要打一份 對於緬甸軍政府可以說是進一步打擊 近期 緬甸地方武裝最強大的一幫 雅邦 他們發表聲明 在聲明之中說明 這次 集中絕對兵力 要重點消滅這個 叫做 閃邦四大家族 好了 被視為 果敢最惡的這個四大家族 這次是壞蛋了 因為雅邦向他們正式開戰 同時果敢同盟軍也宣布 已經攻克了這個滾龍大橋 南邊的緬甸軍政府要塞 控制了滾龍地區 滾龍大橋的位置很重要 在1969年之前 滾龍是屬於果敢的 之後因為歷史原因 一度被緬甸軍政府控制 在70年代 中緬曾經組織東北軍 對緬甸駐軍發起攻勢 不過 在擊戰幾十天之後 就沒有辦法攻陷 之後一直被緬甸軍政府控制 直至現在 因為這裏是一個戰略的重要位置 這次一旦滾龍丟失了 可以說 緬甸軍真的是 兵敗如山倒 現在在果敢地區 聯軍繼續進攻四面罰地區 四面罰高地 這裏是老街園最重要的高地 拿去 就無險可守 即是老街遲早失手 目前同盟軍是用無人機對緬甸 四面罰高地就進行轟炸 以往很難進攻高地 不過現在有無人機 幾乎可以說同盟軍也是在贏 當然 背後有中共的勢力怎麼會輸 除了果敢之外 整個緬甸都爆發內戰 其中緬軍以及翁山素姬的人民保衛軍 這次是南部的主力 北部還北部打 人民保衛軍以及地方民族武裝結盟 一起 打敏昂來的緬甸軍政府 說回緬甸 緬甸 大家知道 有四大家族 最惡的 其實就是 明學昌 明氏家族 他們控制著俄虎山莊 這次出事 其實就是俄虎山莊 一件 被撞倒了四個中國的臥底 他們 之前一直說法就是 有四個中國的公安運入了 俄虎山莊做臥底 俄虎做臥底 結果 他們知道俄虎山莊要轉移一些人 因為知道 接下來有機會被人掃蕩 所以 他們已經轉移 他們就趁轉移的時候 鼓動裡面的中國人逃走 結果被人發現了 然後四個公安 被人當場擒獲 表明身份 仍然 被人活埋 這件事就被 走掉了的其中的中國人爆發給公安 公安 向上級報告 結果 公安 當然這是中國政府的行動 就覺得不行了 這群人的樣子不熟 但是 是不是真的那麼簡單呢 現在公安部正在通緝 名家四大惡人 內地公安機關高調圓童通緝 緬甸北部果敢的電騙集團 重要頭目 明學昌 明國平 明菊蘭 明珍珍四個人 之後 網絡就流傳了一條短片 就是關於有幾個電騙集團的頭目 參悔 類似 在央視 認罪 認罪 包括了四大家族的成員 魏家的二公子魏清濤 劉亞寶的弟弟劉正琪 以及明學昌的女婿 不惠君 他們 向家人提醒 說中國一定要清除電騙 絕不收兵 魏清濤 劉正琪 和北梅君 在懺悔片段裏面的內容 其實也很像 就好像當時 桂民海 被人綁架了 回到大陸 自己在電視 認罪 魏清濤就說 目前在中國一切都很好 被捕之後 反省了很多問題 明白電騙賺的錢 是中國老百姓的養老錢 看病錢 甚至乎是救命錢 令到很多人家庭破碎 傾家蕩產 大家都知道 老實說大陸這些事情是專門做出來的 其實大陸一直以來就傳這個魏清濤 被捕之後就呼籲他的家族 不要做這些事情 不要再傷害中國人民 又說這次中國政府已經下定決心 緬甸爆發內戰 隨時造成更加多人死亡 魏清濤就說 你們一定要抓住最後機會 趕快打開園區 把裡面的中國人 主動交回給中國 如果園區裡面出現中國人員的傷亡 家族是將無法承擔後果的 中國政府會叫他們血債血償 四大家族 之前跟大家說過 就是白鎖成 魏超人 劉國璽和劉亞寶 當然 明國昌也是 四大家族之一 但是他的名字 沒有寫下去 剛才那四個名字 因為剛才讀了四個名字 四大家族 但是明國昌也是四大家族 他們 一直以來就是以前做鴉片的 就是以前做鴉片 我已經說了幾集 當時就是 跟著彭家昇 當時 果敢就是他們 聽過《金三角獨囂》 有昆沙 有羅生漢等等 大家都知道 是羅生漢 跟著 死了之後就是昆沙崛起 然後 其實他們都是可以說是同一個年代的人 不過 彭家昇就沒有他們那麼出名 直至後來他們 投靠了中共 然後又出現了 被人出賣 被 剛才那位白鎖成 以及 明國昌這些人出賣 現在 我們看到 這件事實際上是很貴的 中國政府一直以來都知道這群人的存在 而這群人實際上 表面上四大家族勾結 緬甸軍政府 趕走彭家昇 但是其實 他們也跟中國政府關係很好 那四大家族 都在大陸有活動的 甚至乎他們的子女 都在大陸讀書 其中當時清華大學收了 一個家族 其中一個家族的公子在上面 當時引來很大迴響 你們的家人 就綁架我們中國人在那裏做詐騙 騙我們中國人 活摘器官 你們在我們那裏讀書 做上等人 因為他們 中共就當他們是外奔 因為他們是拿緬甸護照 實際上他們 這些電騙業務 都是勾結着 中國公安部 沒有中國公安部在後面做撐腰 他們哪敢這樣做啊 最後就算交到領事館 交到泰國的中國領事館 最後也是抓回緬甸 大家已經知道了 中國根本就有 這些公安部的高層跟他們 這些勾結 現在是東窗事發 沒辦法了 要反面不認人 是不是因為分贓不暈呢 是不是中間是甚麼 屁股數 我們是不知道的呢 裏面一定是很多東西的 這次 可以說他們 跟中國 鬧翻了 以往 大家是自己人來的 現在中共跟他們鬧翻了 然後 就被彭加昇的兒子搞定他們 讓他們鬼打鬼 中共也這次趁這個機會 進一步遂入 緬甸軍政府的實力 甚至乎有機會 在那裏扶植一些地方勢力 甚至乎 如果可以把這個 緬甸軍政府打倒 他們取而代之 就有機會 就好像頓列遲刻 勞金斯克 建立一個中國人的自治區 甚至乎 變成了中國的附庸也未定 我們說起 早一陣子 公安部長黃小紅特意下去 這件事 外面也在傳說黃小紅本身也受到很大的利益 因為之前 你就知道 後台就是公安部 黃小紅 根本就脫不了關係 他自己下去 肯定受到政治壓力 你面前的詐騙員 搞得那麼嚴重 你要搞定他 肯定 我們也聽到有關於他的不離消息 根本錢他是有份收 這次 反面不認人的也是他 實際上 你說如果現在在習近平的治下 沒有可能有人動到他 他也是習近平的人 即使他包庇也好 也沒有人敢舉報他 就算舉報了 可能 也會被他滅口也未定 這次他主要就是要清除這四大家族 扶植這個比較聽話的彭家聲上去 好了 四大家族 接下來肯定是 用來祭旗的啦 補充 剛才說明學昌 明學昌是 其中一個 臥虎山莊的老闆 原來他的宣明光宗 得到北京大學的取錄 網上其實早一個月前 已經有這個了 我看到這個消息 當時他還有拍照在北大上上學 好了 這件事爆了出來之後 現在中國公安部通緝名家 北京大學宣傳部 13日 即是昨天的update 他們回應 說這個 明光宗不是北大學生 他這個情況是假的 而且沒有任何他申請北大的紀錄 你看現在立即反面不認 他已經拍了一段影片 在北大慶祝 收到他 讀大學 然後明家上上下 還慶祝他 我們讀北大 很多當時 也有人表示很反感 有甚麼理由 詐騙園區 老闆的子孫來到我們學校讀書 瘋了北大 現在北大撇清關係 這次 中國其實真的很難受 所有壞事都是你們做的 現在就裝了東西 我們 仍然會跟著緬甸的最新局勢 接下來有新消息再跟大家詳細說 這次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 也可以用免費模式去支持我們 幫我們多點欣賞廣告 謝謝 希望 大家可以進來的時間 先按讚 多點 在節目下方留言 和我們展開互動 以及 多點分享 節目給你的朋友 多謝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啦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一些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問一下 因為如果人家買有所設備的 屋子供料